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 每天清晨或者傍晚 都有几位年轻人跟随一位老者练习武术 老人名叫刘一鸣 是河南长家泉第八代传人 2010年9月的一天 龚鹏城教授带着国学夏令营的学生 拜访了长家泉传人刘一鸣 对于长家泉我原来在台湾 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 对于长家泉就非常的仰慕 后来我访查了很久 都很少见到长家泉的实际的表演 实际的演示 后来我从刘先天知道了很多 还有包括他除了独手的各种的权势套路之外 他还有很多独门的兵器 独门的兵器外头很少见到 我代表长寺武器研究会 欢迎台湾同胞进行中国两岸文化武术交流 现在我介绍一下我本派的师兄和弟子 好 现在我说一下 这时候我大师兄陈志明 到前 刘一鸣从女儿工作的学校借了一间多功能厅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表演长家泉 作为与少林太极并称河南三大泉派的长家泉 处境尴尬 南有少林寺一伤一拳走市场开发之路 北有太极拳走亲民路线 成为众多民众强身健体的首选 长家泉却处于濒临失传的境地 也没想到以后要怎么样 没有 至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 国家到八十年要成就中国传统的武术 一看可能老权势逐渐就没有了 一些老权人妈妈都带到棺材里头了 这时候再不抢就就已经完了 在这个情况下 国家把长家泉作为重点项目 在河南进行挖掘整理 刘一鸣原是郑州一家工厂的职工 现已退休 他家院子门口挂着一幅门匾 上面写着中华传统武术招生办公室 门匾看上去已有些年头 冷清的院落 说明招生并不顺利 刘一鸣六岁开始习武 如今65岁的年纪 很有可能让长家泉在自己手里消失 刘一鸣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整理收集长家泉的全谱 简陋的居室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 床边小柜是他的办公桌 他用了近十年时间进行绘画整理 出版了一套长室武器全书 这些传统人有个局限性 很多传统权的文化素质 文化抵御没有文化 比较低 有的能打不能讲 像我这次沃尔台 为什么我能讲能喷 这叫吹 我在乌瓦大革命是宣传出独饶 我一天到晚就是批评大字报专栏 我在乌瓦大革命你这一盘写我写文章给上报 然后过了乌瓦大革命整个我们那个车间 就是我一个人连写带画带写文章 就这样把我文章水平给练出来 全乌瓦大革命是宇柔画钢 不画劲 为什么它这个劲来了以后 我才能一个点儿一样就画开这属进去 你家这时候打我 刹 刹 这霸瓦就进去了 这反过来这进行方式 指东马西 你又说我从这打给他 这棒的尖 啪 我说这底下就是一拳 挤上打下 一穿上一打 下次就是一拳 你又说我这一打 啪 这就是说喝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现实中的这些武兽门派 它有很多现实问题必须要克服 就是社会对他们的认知 他们的精益 他们对自己门派经营管理的 就行销的方法 因为这些人他练功夫 已经花了一辈子的力气了 他不太可能再有力气再去懂得 现代的传播跟行销嘛 长家泉是清朝乾隆年间河南四水县长村的长乃州所创 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长家泉不求动作花哨 专重实战 每招每事都是忌击 每个动作都有实战价值 如果没有实战 只是作为套路表演 长家泉的真正魅力难以实现 自古长家泉在传承方面有三不传原则 不得骑石不传 不得骑地不传 不得骑人不传 长久以来没守这些祖训 宁肯失传 也不会忘传他人 就是这 因为我也很贫穷 我并没有什么住生意啊 我也并没有搞什么武校 我现在就是这样 没有事 我就领着弟子们去练 但我这些弟子 他们也就是隔就隔位 隔个工作岗位 他要吃饭 他不能以这为主 没有早上练练 有着我啊不能来 所以说那武功你说怎么上得去 武功他是滴水穿石子宫 天长日久啊 飞翼 那冰冻三次飞翼日之寒 不是一天两天 一年两天能造就的 所以传统武功 他要求你念得很深 所以说这就给人一个想法了 传统武功怎么要走向世界 怎么要走向广大的老鼓群众里面去 我现在是做点音防影 一个点音防影院 我就是说正常的职业是教鼓针弹奏 业余呢跟着我的师傅学习这个 就学习武术 就是学了有将近三十年 更奇怪的是 常家泉认为练拳不能在人前卖弄 因此练功时一定要在没有人的场地 这让常家泉越走越窄 如今刘一鸣只能掏开清规戒律 每天带着弟子混杂在健身的人群中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常家泉 他不希望一个曾威震四方的武术流派 沦落为书本上的图画和文字符号